新聞回來繼續光明頂 繼續講這個垃圾徵費的計劃 出來今時今日 很多中方的猛人都出來跟大家說聲 是時候停一停想一想 是不是做這個垃圾徵費計劃 但是如果一旦真的停了的話 陶先生我又要想一想 這個應該都是現任特區政府李家超任來 第一個殺停的政策 或者叫撤回的政策 而且是搞了很久 由政府的官員提出 由立法會建制派議員 保駕護航地幫他通過 去到今時今日 連遊說政府的政策 都是靠我們的地區領袖關外隊 遊說香港的民間國界 這三件事完全一旦撤回了法例的話 都可以說是三件事 全部都有個Fail Case 失敗個案 會不會影響施政的 這個就不是我跟你所決定得到的了 但是李家超做得特首 他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四個字 撥亂反正 是不是 他當然要扭轉 你比我是李家超 唯一一個理由已經大了 現在香港已經融入大灣區 是不是 廖壽東什麼黃錦昔之樓做環保局的時候 香港仍然享有一國兩制 你可以帶條道理 那時候沒有二十三條 沒有港版國安法 那時候帶道理說香港是與國際接軌 但是現在香港已經融入大灣區 是不是 我請問你一句 現在垃圾徵費在大灣區有沒有實行 沒有實行 沒有就行了 沒有就case close 不需要再爭 你香港是大灣區一部分 如果要實行整個大灣區一起行 大灣區不行 你香港行什麼呢 是吧 就是不知所謂 你現在香港是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實現了 甚至香港這個名稱都是政治不正確的嘛 你叫大灣區區民 你不是叫香港居民 你知不知 你經常說與國際脫折 那不然中國大灣區與國際脫折 就算是脫折就脫折 就算是脫折就脫折 是吧 是屬於俄羅斯的盟友 北韓的盟友 那你說脫不脫折 是吧 是吧 伊朗的好朋友 當然現在伊朗、俄羅斯、中國、北韓 是自成一個同盟的嘛 有實無名的嘛 是吧 脫折就脫折到天空地道 總之大灣區不搞你香港搞什麼呢 是吧 這個一個理由已經全部大了 全部掃了 不需要計什麼綠色和平 是不是外國勢力 什麼LGBT 不需要說 說都不用說 十秒鐘已經可以橫掃 但是我們不可以跟大灣區的嘛 始終我們要有環境政策跟自己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是嗎 我們現在的環衛工人是香港本土居民來的嘛 如果我們真的跟大灣區政策 不如我們的清潔公司交給大灣區 他一個小時生活圈上 就下來撿垃圾 下就回到大灣區 又解決了我們撿垃圾問題 是不是更好呢 所以就是 馮同學你提得好 但是你現在種種的理由 說要升收垃圾費用 一旦你融入大灣區 用大灣區的視野 就豁然開朗了 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因為你有大灣區的話 你說這些垃圾過程 香港沒得堆填 你就混進去大灣區 或幾個坑 就在大灣區那裡堆填 在大灣區焚化 不夠垃圾工人 在大灣區每天徵收 每天徵集下來撿垃圾 是不是 對 更便宜一點 肯定不用那麼貴垃圾 只要政府打開門 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用 內地的環圍工人 做我們垃圾工人的話 肯定我們現在業主 所有的管理費會便宜很多 你現在勞工你就輸入 教師你就輸入 小巴司機你就輸入 為何撿垃圾你不可以輸入 是不是 辦法總比問題多 祖國給個大灣區的方案 你都不適用 還要在外面搞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中國人來的 你照一塊鏡 你流的是中國人的血 你流的是中國人的血 就要和珠江 是要和祖國長江黃河接流 還在外面 你是聽那些外國人 綠色和平的誘拐 現在是多少年 現在2024年4月 國家已經提出 新質生產力 人家已經進入新階段 你還在哆哆嗦嗦麻麻煩 在說殖民地時代 這些禁勾的事情 是不是 你不是在浪費我們光明頂 去寶貴的空間 是不是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在說大灣區有什麼好東西吃 是不是 現在在說這些討論 大是大非 就不是浪費我時間 知道嗎 是 還有九種環保袋 現在要放在垃圾站 現在有多少垃圾回收站 不夠 肯定十八區不夠 我記得有幾百個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大廈這麼大 我們住戶這麼多 我們看到廚餘機 好像在新聞報道 也有一部廚餘機爆了 擺到出去 藏屋納窦全香港幾多大廈 幾多屋院 幾多屋村 幾多後樓梯 幾多類似 左敦道那間大廈火灼燒死五個 那種垃圾如山的堆積 有幾多業主立案發團 是不是 現在十八區區議會都站在那裡 是不是 組織了什麼消防 什麼關愛 這些暢遊 這些事情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承認了它 融入大灣區就是最佳理由 當然將這件事無限各自 還浪費什麼口水 是不是 陶生你這次的說法 不單止是無限各自 現在我們整個行政見到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官員去推行去倡議 然後我們這個立法會補教護航通過 然後我們這個民間的遊說 三樣東西建制派都做得不足 不如外判給大灣區 現在你的結論是這樣 三個不如所有建制派不要做了 環保的跟回大灣區 給回深圳政府搞了 不需要深圳政府 隨便一個深圳也可以 石旗中山也可以 你就交給特區政府 找中聯辦 跟食物大灣區慢慢聯絡 是不是 這樣也好 那就外判環保局給它 都可以了 不用做了 長遠來說是的 長遠就是食物特區政府 外判大灣區 不過這個是另外 我們將來慢慢熱鬥 現在你都說你教師 醫生又向大陸招聘 醫生又向大陸招聘 是不是 那為何撿垃圾和清理這些 不可以在大陸招聘 我不是很明白 你提出的理由告訴我 為什麼 還有在大陸招聘一定便宜些 香港其實出名的管理費又貴 雖然垃圾工人人工不算很高 但是比起內地的環圍工人 或者比起內地的散工一定高很多 而且其實香港人如果看到 我們那些垃圾的工友 其實年紀都大了 但是內地的工友一定年紀不用這麼大 只是這兩方面都是優勢 你現在每天 譬如說我們建設性一些 每天很多大陸遊客下來 站在那裡吃兩頓飯 那你就提出一個大陸遊客下來 執垃圾的津貼獎賞計劃 你計算一計算 每一個大陸遊客下來 然後你上午去參觀去那些什麼墳場 那些道賞 和站在那裡拿著發泡膠飯盒 吃完兩頓飯之後 下午一二三 接受十八區關愛組的指導 十八區分別是令到這些遊客去清理垃圾 一人跟我揹一袋垃圾 是回到大陸 然後經過羅湖或者高鐵站那裡上車 就每袋垃圾按重量 是回到大約30元 50元回到大陸 然後叫他們揹回大陸自己處理 這樣就可以了 辦法總比問題多 就是反正他們都叫窮遊 不如給他們賺 沒錯 每一人揹著 不知道垃圾袋也好 黑色袋也好 聖誕老爺這樣 揹一袋垃圾回去大陸那裡任他處理 然後每袋垃圾拿回30元人民幣 這樣就個個歡天起地 這些叫雙贏 對嗎 很簡單 廣告回來上網 廣告回來繼續光明頂 剛剛說到垃圾徵費計劃 其實我們這次都推前幾遲 4月1日打算推的時候 已經是遲了計劃 這次4月1日變成一些先行先試的地點 然後準備8月1日推 簡單來說 加上疫情延遲 差不多已經等於一列了 按道理 在我們這一個 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回歸初心的新香港去看的時候 如果真的發覺我們有一些環保組織做得不好 或者我們回收點不足 以前有一些民主派的環保組織頂住了這些環保折點 我們有一年時間 建制派應該都已經足夠有時間 組織相關的替代的 教協也有教聯 起碼也有一個環保的建制派組織 做回這些project 接回這些折點 陶先生現在這次推不了 簡單來說 真的建制派的動員能力差了一點點 一向都是差的 不是怎麼會被田飛龍 整體來定性是忠誠廢物 不過現在不誤講這些事情 現在就是總之要拼經濟 拼經濟就向前看 向前看就將垃圾經費一定要剷除 勞民端已經為你們整個香港特區指明方向 是吧 是吧 一早說了技術上執行不了 是吧 那些掃把柄要用腳的問題 是吧 很多那些垃圾大小體積不一 是吧 是吧 這三樣東西 你現在要拼 我請問 是啊 出題目 要九種垃圾袋裡面 你要拿哪一種 你要買哪一種 我剛才說 你做一個問答遊戲好嗎 座檯燈 就是一個掃把 還有一個我用完的 不想用的 這個電腦連接鍵盤 這三樣東西我同時丟 請問 我用九種垃圾袋裡面的哪一種 即答 江山如此多分 即答 是吧 鄧妃也回答不了這些問題 是吧 鄧妃狀元也回答不了你 回答不了你搞什麼 是吧 都說了 你每家每戶 你不是特區政府津貼 你津貼一把鋸 是吧 每家你派一把鋸 但是都解決不了問題 一家四口 還要叫老爸出來鋸 獨居老人 流口水 大小便失禁 你怎麼去叫他拿把鋸 鋸掃把柄 哥 是吧 那你是不是要社工幫他鋸 那你就叫十八關外組 十八區上來和他慢慢鋸掃把柄 那你這家十八區先走 是吧 專門走去大角咀深水泡 旺角那些劏房 是吧 或者老人院舍 是吧 這些呢 穩定是有沒有那些長型的廢物先 是吧 如果有的呢 你主動和他鋸了那些病先 鋸開一輪輪 是吧 是吧 那別的那些老人 沒力鋸 你鋸了之後 然後呢 交上他 是吧 阿婆 阿婆 是啊 是啊 跟你在說話 是啊 我為什麼幫你鋸他那個病 不鋸你要罰錢的 如果你扔的時候 知不知道啊 是啊 要的要的 現在呢 看不看到啊 分開九個大小的垃圾袋 由三毫子 至兩元五元 看不看到啊 是啊 是啊 用來包垃圾的 叫關愛隊 烏個頭埋去老人家的耳朵面前喊 是不是 你喊到這樣呢 我開始在想死了 那這個又是關愛隊做的事情 是啊 自從上次火災之後 今次關愛隊又要搖身一邊做垃圾隊 逐家逐戶教他扔垃圾的 難道叫你官喊嗎 難道叫謝展環道你喊嗎 當然是你喊 逐家逐戶九龍城這麼多九樓 是不是 你以為只是叫你關愛隊去玩活水節 去射水槍這麼過癮 很多大陸說的具體問題 是要具體層面那裡去具體渣 你知道嗎 是不是 你渣不了 那就不要走 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還有佛的 最高可以入獄兩年的 是啊 如果不做是會抓你去坐牢的 你不是說沒有罪 你沒有錯 不過現在你要奉公守法 我們一齊要拼經濟 阿婆聽不聽到啊 是不是 跟阿婆一起拼經濟 社工啊 十八區啊 這些 逐棟逐棟 按鐘啊 還有一些南亞裔啊 知道嗎 不要忘記這些南亞裔啊 還有大陸新移民啊 還有一些高財通啊 是吧 剛剛下落到來的那些 他們不習慣的 知道嗎 高財通使你回頭的 是吧 我們在北京 在上海沒有這個玩意兒 這個搞啥 這個帶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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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什麼 啊 這個什麼政策 是吧 我們國內不是這樣子的 搞這套幹啥 是吧 哇 雞同鴨講的高財通 扭回你回頭 是吧 綠色和平啊 綠色和平叫你們搞的啊 綠色和平不就是外國政治反動實力嗎 好吧 好吧 那時候你找些瓜葵組啊 找上翻譯你跟他爭啊 你知不知道 兩地文化不同 所以你什麼你跟大灣區你便沒事了 你捉什麼蟲呢 是吧 是吧 但是又不可以寫 多真口白就繼而動武 是吧 人家那些 內地新移民啊 那些高財通人家各個 那些拿錢下來移民的嘛 是吧 是吧 他跟你北區政府拿錢進來的嘛 他是客人來的嘛 你現在強制要他 服從外國綠色和平指示啊 人家一家三代人都沒有上在上面 沒有這樣的嘛 是吧 對 但是我們從來香港都是全中國裏面最國際化的地方 你就說這次垃圾分類不好而已 那都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看現在那些建制派意見 講到簡直是環保大倒退 不用跟著環保政策 但是你看一下旁邊 譬如歐洲、美國 全部那些什麼綠色問題 綠色債券、綠色經濟 我們追不上這個部分不教育的話 我們就不國際化了 這個問題你剛才媒帶聽回我第二節好不好 這個問題你是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大陸13億中國人不做你就不要做 大陸13億中國人 每個都做的你就去做 你拿著這個原則去做一定沒問題 是吧 但是錢來的 我們講那些什麼綠色債券那些 那些錢都要賺的嘛 不是說外國人做不做啊 不止 綠色債券是什麼來的 什麼你還沒曾賺錢 借錢給你去做一些跟綠色事務 綠色事業有關 政府開的 政府開的 政府開綠債的嘛 香港特區政府開的 你開得綠債之前 你現在這些都已經耗費了社會資源成本了 是不是啊 你那九隻九隻環保袋很便宜 還有啊 哪些公司啊 現在要問哪些出來出來 分身是要推行的 就要查一下 跟這些買綠色膠袋啊 這些這樣的企業 又有沒有任何千絲萬縷的關係啊 是不是啊 你現在再吵兩吵 找個中紀委找個小組來問啊 收口沒有啊 啊 啊 不說了 那就是啊 我經常說follow the money 是不是啊 好啊 是不是啊 好啊 好啊 對了 免得幾位都下來 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你又浪費了我一個小時 再說這些廢話 是不是啊 好了 明晚節目時間你自己說好它 同樣說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送 立即like share 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按下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啦